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22-23季季后赛 施罗德回合使用率13.9%下 投出51.2%真实命中率 作为对比 真实命中率还不如新秀克里斯蒂的55.3%高 诚然进攻效率不高 但施罗德却有两个闪光点 其一 场均6.7次突破下命中率46.3% 作为对比 福克斯47.5% 木磊49.2% 其二 占比42%的回合防对手持球挡拆 每回合将对手得分压制在0.85分 这要优于67.4%球员 数据而言 施罗德有着良好的突破和防挡拆能力 基于这样的特点 再加上胡人的超高曝光度 可以说达到了向联盟证明自己的作用 于是 我们看到的是 休赛期施罗德和猛龙 达成两年2600万的合同 要知道 在季后赛乃至总决赛 有着上加表现的文森特 休赛期和胡人达成的 也不过才三年3300万合同 与此同时 季后赛中 沾梅共同在场时的净效率为4.9% 作为对比 塔图姆 杰伦 布朗为4.7% 巴特勒 阿德巴 约为2.7% 约基奇 穆雷为6.8% 也就是说 保持健康 沾梅 依旧具有联盟顶级统治力 换言之 胡人也就具备了冲冠的资格 综上 在成功三要素中 胡人已经天时地利 曝光度 人和 詹梅统治力 聚集其二 关于天时这点 我们不能忽视李奇 保罗 保罗不见得和胡人关系有多好 但和詹姆斯的关系绝对非常要好 基于此 旗下的球员通常优选都是胡人 经典名场面 19年休赛期 被伦纳德放鸽子后 如果不是保罗兜底 胡人连阵容都凑不起 与此同时 休赛期因为双方 未能达成一致 最终 麦尔斯 布里奇斯 和黄蜂达成了一份 一年790万的资质合同 关于布里奇斯 需要说明的是 其一 20-21G 打出场均20加7的表现 其二 资质合同中包含交易否决权 关于第二点 我认为 胡人是非常有望得到布里奇斯了 理由一 保罗 布里奇斯的经纪人是保罗 保罗至少和詹姆斯关系要好 理由二 曝光度 对于现在的布里奇斯来说 迫切需要向联盟证明自己 以便后续拿大合同 而曝光度这点 如刚才所说 胡人是具备的 理由三 交易否决权 在胡人具有吸引力下 布里奇斯在有交易否决权下 可以效仿比尔那样 指定胡人 至于筹码方面 胡人可以拿出 范德比尔特的 对黄蜂来说 既然留不住布里奇斯 得到范德比尔特 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 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下 胡人是非常有望得到 布里奇斯的 另外 不知不觉 NBA休赛期 已经进入了尾声的阶段 尽管距离新赛季的常规赛开幕 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距离新赛季 NBA球队的训练营大幕拉开 只剩下最后三周左右的时间了 绝大部分的球员 都已经回归了训练 为新赛季开始备战 而不少球队的管理层 也再次在市场上活跃了起来 他们希望能够在训练营开始之前 填补完剩余的阵容空缺 勇士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休赛期的运作 仍没有结束 勇士管理层在这段时间非常活跃 因为他们的阵容大名单 还有两个位置处于空缺的状态 勇士计划留下一个阵容席位 保证阵容的灵活性 如此一来 他们还需要签下一名球员 保证阵容的厚度 毕竟勇士是一支核心阵容 以老将为主的球队 他们存在着不小的伤病隐患 用勇士随队记者斯莱特的话说就是 勇士在短期内 将会确定最后一个阵容席位的名额 完成签约 勇士管理层已经开始行动了 根据NBA记者斯科特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这段时间 勇士邀请了多名自由球员进行试讯 这个试讯的球员名单 包括了贝兹莫尔 托斯卡诺安德森 戴德蒙 维尔巴顿 诺埃尔 斯坦利 约翰逊 以及费沃斯 其中 安德森 戴德蒙 诺埃尔 约翰逊 费沃斯 都是封线内线球员 看起来 勇士管理层也很清楚 他们的整体阵容太过于矮小 球队需要增加一些高度 而最终 勇士究竟会敲定哪笔签约 很快答案就会揭晓 另外 这段时间 有关于库里和魔术师谁才是历史第一空位的争论 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讨论 很多媒体晒出了一些有关于库里的数据来印证他的伟大 根据统计 库里职业生涯单节得分20加的次数达到了39次 这个数据高居历史第一 说库里是瞬间得分能力最强的一号位 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此外 勇士官方社交账号也晒出了多项库里的数据 他的生涯总得分为21712分 总助攻次数为5740次 三分命中数为3390计 抢断次数为1419次 出场场次为882场 无一例外 上述这些数据 库里全部都排在勇士队史第一的位置 库里是当之无愧的勇士队史第一人 这一点无庸置疑 此外 知名NBA评论员帕金森 给出了他心目中的历史空位前五排行榜 其中库里高居历史空位第一的位置 帕金森心目中的空位前五分别为库里 魔术师 伊赛亚托马斯 斯托克顿 威少 尽管在不少人心目中 魔术师在荣誉方面依旧死死压制着库里 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整个职业生涯 库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 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了 库里目前的身体状态还非常良好 继续冲击总冠军才是他的目标 对于勇士接下来的争冠前景 勇士前锋追梦格林倒是显得非常自信 他放下豪言 称勇士接下来至少还会拿到两座总冠军奖杯 格林在采访中说道 当你开始讨论历史 如果我们拿到第五座总冠军奖杯 那会巩固我们的地位 但是那不是目标 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拿到两座冠军奖杯呢 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没有看到任何阻止那个事情 勇士在夺两冠发生的阻碍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去这么做呢 不得不承认 格林在自信自负这一块 确实让人很刮目相看 这边勇士下一座冠军奖杯还没有拿到 他就开始期待下下一座冠军奖杯了 话说回来 勇士想要继续夺冠 他们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尽管勇士送走了普尔 看似内部矛盾的问题暂时被解决了 但是他们的核心问题依旧存在 勇士在季后赛首轮抢7才涉险过关 次轮惨遭淘汰 问题就在于他们的阵容过于矮小 同时核心球员们的年龄逐渐老迈 他们无法继续通过高强度的跑动对抗 弥补身材的劣势了 而且核心球员在进攻端也开始下滑 这是造成勇士实力快速下滑的原因 而这两个问题都没有被解决 勇士下赛季的阵容依旧矮小 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性 核心球员的年龄也只会继续增大 这只会增加他们冲击冠军的难度 最后NBA也只是官宣了六大轮休新规 为了让球员在常规赛更大限度的参赛 联盟队明星球员制定了六大新规 具体如下 第一球队要确保同一场比赛 不超过一位明星球员缺阵 第二球队确保明星球员 能够出战全美直播和击中锦标赛 第三球队保持明星球员缺席主场 和客场比赛次数的平衡 第四球队要避免任何明星球员长期停赛的情况 第五如果让一名健康的球员休战 必须确保该球员出现在比赛现场 并让球迷看到 第六对于金木战之前年满35岁 出战超过34000分钟常规赛 常规赛加继后赛出战合计达到1000场 或有着不同寻常伤病史的明星球员 球队提前一周申请轮休 与此同时联盟制定了违规处罚情况 具体如下 首次违规罚款10万美元 第二次违规罚款25万美元 此后每次违规罚款比之前递增100万美元